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在佛学的角度 所有的病都是业的 因为我们就叫夜暴身 就是夜暴身的意思 你这个身体就叫夜暴 就是起个名字叫夜暴 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在这个世界就在受暴 所以这个身体的一点点不舒服 让你就不舒服 身体难受啊 身体胳膊团受苦受难捏 你就会觉得你难受 因为你在这个 你就是现在这个身体我们在受暴 都叫这就是夜暴 所以不管你快乐什么都是在受暴 你快乐是散暴熟了 不快乐是恶暴熟了 都是 但是作为人力的角度呢 你妈妈这个是来自于 就是说你家里的环境 就是有些都是就是大家秤恨 秤个抱怨 就这两个比较重 就是 而且包括你家庭里边就是那种场 就是秤恨抱怨 肚子秤恨抱怨 这些 这几点如果他能够放下的话 秤恨抱怨 我不知道他秤恨 脏感 伤心 秤恨 抱怨 就这些 他才在非常爱 就伤感嘛 所以 伤心 秤恨 抱怨 肚子 就这些 因为女的他就长成 嗯 秤是比较重的 秤恨 我不知道 你看到他意味什么秤 是让他上火 是吧 让他恨 让他上火 秤 因为现在 现在暂时不给人看病 所以不能帮你开药房 你回去找其他的中医 因为东北也有其他中医嘛 然后你妈妈这边呢就是 呃 她能在习气方面注意一下 她吃药效果会很好的 就不愿了 反正很多事情会让他秤 也为了自己的身体 那我们来到这个环节 大家 大家 有时候 哎 就是 或者让他出去疗养 都可以 换一个地方 换个地方 走走看有没有条件 嗯 啊 就就找一些有些有能力的中医啊 什么 他们只要愿意跟你妈有缘的 他也能帮到 嗯 啊 主要是缘分这些事啊 但你妈妈呢 主要是心态上 这个 这个 但是有时候人越病 她心态更差 这个能无力自拔 也就是瞧走很难瞧 就是 你们不要就是让他在那个环境里 每天称赫啊抱怨啊 就是不要就是这样 不管治疗者 先吃点要瞧一下 然后他自己呢 你就说说 让他不要趁何抱怨啊 啊 如果有一些环境能让他 那就 或者是他要信佛的话 你可以给他拿个念族 让他每天念佛号 就把心安在佛号里 他要不愿意 嗯 他不用他要不愿意做就算了 换个环境也行 你带他去一些地方看看旅游啊 或者这个可能 反正就是这样 嗯 没有特别好的方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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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